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透一下大结局 在小说《御骄记》中 大仙师研制出寒霜之毒 掌控了御灵师 从而将南方御妖谷 变为朝廷掌控御灵师们的工具 后来皇家又效仿御妖谷的模式 建立了其他三个训妖的地方 东方的御妖岛 西方的御妖山 北方的御妖台 从此大仙师真正控制了 整个御妖一族 当初研制寒霜之毒 也是有一段故事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要从御妖谷谷主林苍兰说起 五十年前 他也是一个仙师府的弟子 当时的大仙师 还没有研制出寒霜之毒 因为一直未找到 至关重要的药引 而年轻的林苍兰发现了那药引 而他并不打算将此事告诉大仙师 更想带着他当时的新婚妻子 离开仙师府 但没想到 大仙师以他妻子性命相邪 让林苍兰交出药引 林苍兰为了新婚妻子 最终把药引交了出去 后来他也被大仙师安排到御妖谷 成为御妖谷的谷主 不久之后 林苍兰妻子病若离世 而大仙师研制出了寒霜 真正控制了御妖一族 25年后林苍兰老来得子 这才生了儿子林浩清 鉴别一个人是不是御妖一族 那就要看那个人有没有两个脉搏 普通人都是一个脉搏的 而御灵师是有两个脉搏的 就是在普通人的脉搏下 还藏有另外一个脉搏 叫做乙脉 但凡有人诞下拥有双脉的孩子 统统都会被送到那四个地方去 与父母分隔 表面上说是培训能力 其实是方便朝廷 统一看管 寒霜之毒是来自 极寒之地的双花 只要被种入这双花 就会形成一种 难以破解的禁止 每次寒霜发作的时候 就会冻住经脉 凝堵灵力 痛不欲生 寒霜之毒是林苍兰 用来控制每个御灵师的手段 没有人能解除寒霜一旗 自从打入寒霜 就成为她的棋子 真正意义上来说 是大仙师控制了他们所有人 林苍兰更希望有朝一日 有一人可以带领御妖一族 打破大仙师对御妖一族的控制 让御妖一族真正地获得自由 林苍兰对寒霜之毒的药性 是非常了解的 虽然寒霜之毒只针对御灵师 但是让御灵师之力 与妖怪之力互相融合 择妖令 便会化解寒霜之毒 这样的药物一旦研制出来 寒霜之毒便再也不能控制御灵师了 所以林苍兰要从御灵师中选一个人 将他变成妖怪才行 这也是林苍兰为什么要 恋人为妖的原因 再加上他的妖仆 清书是狐妖 所以他们恋妖怪的方向 是狐妖 而寄云和 就是被他们选中 实验解药的第一人 也就是说 寄云和被林苍兰 恋成了狐妖 后来的九尾狐 而寄云和自幼 被谷主以毒药所控 梦想不惜一切代价 为了得到自由 寄云和决定利用 被送入谷中的 焦人常义 常义是焦人族世子 因长相绝美 被顺德仙姬看上 送入万花谷驯化 寄云和则奉命迅玉 在迅玉的过程中 寄云和被常义的 天真纯善打动 忍不住为他上药疗伤 两人互生倾诉 万花谷少谷主林浩清 自幼受负起林苍兰压迫 心生不满 于是和师妹寄云和联手 杀死了谷主林苍兰 夺取了万花谷的控制权 寄云和带着常义 逃出万花谷 不料被顺德仙姬的人追杀 二人被逼至悬崖峭壁 寄云和为了保住 常义的性命 亲手将他打落悬崖 独自一人留下来 对抗天师傅中人 变身九尾狐妖 实力大增 可惜最后还是被先师所情 常义误以为 季云和背叛 带着恨意 逃出了御妖谷 被逍遥散心空明所救 辗转去了北境 在空明的扶持下 一步步成长为北境之王 季云和被带回天师傅后 被先师当成妖人 研究体内的九尾妖狐力量 囚禁折磨六年之久 六年之后 常义带着北境军队南下 从天师傅救走了 奄奄一息的季云和 并将他带回北境囚禁 常义带着恨意 斩断季云和的羽翼 想要求紧他到老死 却不知季云和妖力即将耗尽 命不久矣 直到季云和临死之前 带着爱意向常义 坦白一切 常义才明白 季云和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给他自由 季云和死后 常义悲痛不已 将自己的腰单给了他 最终季云和以九尾活腰 置身重生 顺德先机在 天师傅被常义重伤后 丢入火海 容貌尽毁 为了恢复容貌 他不惜修炼 稀释他人功力的邪法 吸尽了清姬的功力 为了一己私欲 顺德先机还意图毁灭世间 最终还是常义与 季云和先师三人联手 将他除掉 苦境甘来的季云和和常义 也终得相守 带领北境王朝 共同守护 尽下太平